哈喽 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拉 那么呢 今天呢 卓格拉就要教大家关于第六集的这个九自觉的常用法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卓格拉也蛮开心的 因为前几天呢 就有收到一个粉丝的留言 那么呢 卓格拉今天呢 教你们大家这个九自觉呢 不是说要教你们多厉害的法术啊 然后呢 可以去驱鬼啊 然后呢 驱魔之类这样子 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么卓格拉原本一早期 大家看到 叫做生活大小事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生活大小事来讲的话呢 卓格拉只希望说呢 你们可以学习到这些方法呢 在生活之上 不管说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好 或者是说有一些突发的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或许这些方法呢 都可以当上满的啦 那么今天呢 收到粉丝的留言呢 是这样子 他是想说呢 他用了这个九自觉的这个 手材的方法 那么呢 就有帮助他呢 在这个股票上面呢 赚了3700元 所以大家呢 有关注我们的影片 还有频道的话呢 基本上呢 都会看到这个留言 或者是说 在我们的Facebook 做个LINE也是有Post上去 那么呢 你们也可以去Follow一下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加入我们Telegram的Channel的啦 那么呢 那边呢 通常在发片的时候呢 都会收到消息的啦 那么呢 同样的 今天在你们旁边去看之前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呢 在旁边去祖格拉发布更多影片的时候呢 包括一些的 女人最疯狂的这个系列 祖格拉呢 也会拍更多 跟大家去分享 关于女人可以招财的啦 好不好 好 那么走 我们去看看 到底今天祖格拉要教大家的十种方法 是什么方法啦 好 那么很开心呢 你们又回来到我们的频道 那么也很开心 也很谢谢大家呢 继续关注关于这个九字诀的这个教程啦 好 那么呢 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说 如果说有小孩子啊 大人啊 或者是老人家喔 如果不小心跌倒 或者是不小心呢 做事情的时候 头敲到的时候喔 导致到喔 类似有一点脑震荡 那么呢 这样子的状况呢 会让他感觉一直想要吐喔 吐不止 那么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将患者的右手喔 变直背后喔 呈直角形 然后呢 在他们的左胸喔 由下往上 敷至第三根的骨缝 连续点三下 之后呢 再打上五横四肃 写上指喔 停止的指 然后这个动作呢 是要做三次的 那么之后呢 就赶紧马上把他送去医院啦 那么以上的这个步骤呢 最主要呢 是可以让他暂时呢齁 没有这样痛苦喔 甚至可以止住他的呕吐不停 那么接下去呢 还是要立刻送去医院的 否则的话呢 你不能停止他呕吐啊 或者是说他人很晕啊 很难走啊 那么你要送他去医院呢 会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或者是说 你在打了电话叫救护车的这个期间呢 你就可以做下这个动作啦 那么第二招今天就给他教大家的呢 也是跟身体健康呢 是有关系喔 就是关于肾脏的这个部位 那么有一些人呢 可能肾脏呢 就会比较差一些 那么呢 就很容易导致到腰酸啊 然后导致到精神不振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左右肾的这两边齁 你可以叫别人帮你做 或者是说 你看到别人齁 有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可以在他左右肾的 或者是你画一个很大的齁 五痕四数齁 那么呢 你可以先写上问号齁 你可以先写上问号 之后呢 再另外再打上五痕四数之后呢 写上一个通齁 通过的通齁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让他阴阳齁去再去协调 那么呢 就可以帮助到他精神大症的啦 当然呢 这个呢 就是临时解决的方法 记得如果有任何身体的状况 久之绝可以帮你临时解决 或者是说你需要长期兴趣做才能够解决的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记得还是要吃一些的营养补品啦 那么第三个呢 今天的基本上呢 多数呢 都是会跟身体健康是有关的 就是在这个肠胃的这个部分啦 肠胃呢 很常的人会觉得说胃不舒服啊 消化不好啊 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胃口想要吃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自己本身的胃这边 画上五痕四数之后呢 写上消 消化的消 那么呢 就可以帮助到你比较舒服的啦 那么这种方法呢 如果你可以常常做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到你们哦 慢慢的改善你们的这个胃的问题啦 那么第四个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跟肝脏有关系的 那么肝脏呢 就是我们身体呢 排毒的地方哦 所以说呢 如果说肝脏差的话呢 自然就会导致到你感觉很疲劳 没有精神哦 这是肝脏所会带出来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可以在肝脏的部位哦 那么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呢 可以在找肝脏的差不多附近的地方哦 打上五痕四数之后 写上君 就是君主的君 君王的君 君子的君 这一个字啦 那么呢 这个动作呢 是要重复七次的 那么这个动作做好之后呢 基本上呢 都可以为你提到一定的精神 当然啦 本身的作息还是最重要哦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 那么佐格拉在每一次的每月一报里面呢 都会提到每一个生效哦 哪一个生效呢 身体健康不够啊 要吃营养啊 要多休息啊 这一些都有 那么大家呢 也记得每月一报佐格拉都会做哦 也要记得丑实的去看一下啦 那么第五个呢 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心脏的部分啦 那么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心脏比较弱啊 或者说心血管的问题啊 或者是说有心脏病的 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这个掌心上面呢 打上五痕四数哦 打好之后呢 写上五痕丸三个字哦 记得是这三个字 五痕丸哦 那么你写好了之后哦 要放在你胸口这边哦 就是你心脏的这个位置在中间这边哦 那么呢 你就可以少20一下哦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帮助他们去舒缓的了啦 那么记得哦 就算你今天并没有这个疾病啊 或者是没有这个症状来讲的话呢 都可以常常做这个动作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心脏呢和头脑呢 都是我们身体最主要的两个部位啦 那么常常这样做来讲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你们长寿的啦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在于心脏这个部位靠近的这个肺部啦 那么如果说肺部比较弱的朋友们哦 很常的可能就会有呼吸困难啊 比较容易换上这个支气管啊 这些的问题啦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掌心上面哦 打上五痕四数之后呢 写上而且的且这个字哦 记得是且这个字而已 不要写而且哦 那么呢 写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按在胸口 吐一口气 之后呢 你再放掉 再吸一口气 然后再按上去 再吐一口气 那么这样子的动作呢 是要连续做七次的哈 记得是七次哈 然后呢 就可以停止啦 那么同样的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长长的去做哈 可以帮助到你们哦 至少可以保护到自己的肺部哦 没有这样容易受伤的啦 那么在这里大家要提醒一下 尤其是如果说有抽烟的朋友们哦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哦 让自己的肺部呢 比较健康一些的啦 当然啦 记得哦 如果可以的话 戒烟才是最好的选择哦 那么第七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关于你整身的哦 如果说呢 你们想要帮助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呢 就可以呢 每一天呢 在睡前 或者是睡醒之后呢 在掌心呢 打上五痕四肃之后 写上五长君 写上五长君这三个字 那么写好之后呢 在你胸口呢 去轻抚 饿死一下哈 那么在你抚摸的期间呢 记得要口中默念 师爷有令哈 那么简单的动作呢 每天早晚呢 只需要花费一分钟的时间呢 就可以让你身体比较健康的啦 所以大家记得哦 以上这些方法呢 可以的话呢 要拿纸跟笔把它给抄下来哦 以备哦 不时之需啦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八个方法 那么第八个方法呢 其实是跟个人的安全是有关的 就是讲说 今天呢 如果你去森林里面录影啊 去森林里面游玩的时候呢 突然间下起雨的话 那么你当心被雷击的话呢 你就可以做以下的这一个动作 当下呢 你就可以在手掌心呢 画上五痕四肃之后 写上大字哦 写上一个大字 那么呢 在你的四周围哦 记得哦 对着地板哦 按上你的这个手掌哦 按上你这个手掌 那么在你按的期间要念四月有令 四月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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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模式呢 就可以哦 让你避免被累积啦 好不好 那么第九个今天呢 也是跟录影啊 登上啊 或者是说啊 你去一些你陌生的地方啊 有关系的 也就是讲说 像你去这地方的时候 如果说你迷路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在口中呢 赶紧念四月有令 连续呢 念七次 记得哦 是要连续念七次 那么如果说 哎 你可能看这周围的时候 你很慌张 心情很紧张 你不能够集中的话呢 那么记得闭上眼睛 定下心之后呢 你再讲四月有令 连续讲七次之后 然后呢 你就随便指一个地方 根据过去有人使用过这个方法的说法 就是讲说 只要你做好这个动作 你随意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你正确可以走出去的地方啦 那么记得哦 大家在做这些步骤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 最早一集啊 周格拉教大家呢 就是关于说你要如何去启动这个九次觉的 否则呢 这个力量呢 是很难出的来 你吸不到这个磁场的 那么如果今天看到这一集的朋友们呢 你们还没有看到 这个影片呢 周格拉会放连结在楼上的啦 记得要先去看那一片 做好先前的功课先的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呢 周格拉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十个 九次觉的方法 就是说 刚才我们有看到嘛 第一个就是录影嘛 进森林嘛 对不对 那么迷失录嘛 那么第十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今天你在录影的时候呢 就是晚上你可能在山中过夜啊 或者在森林中过夜的时候呢 你怕这个动物啊 或者是一些昆虫啊 叮咬你 侵害你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帐篷的周围 你先走上一圈哦 那么在你走这一圈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帐篷是四方形的话呢 在每一个角落呢 你都讲一声 师爷有令 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四个角落这样子 那么在你讲好这个师爷有令之后呢 你再朝每一个角落哦 打上五横四数哦 然后写上 山中王在尺 又或者是写上一个字 老虎的虎字哦 那么四个周围呢 都要去做一次的 那么在做好这一些动作之后呢 就可以保你平安无事的 好好的睡觉了 好不好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佐格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自觉第六集的十种方法啦 那么呢 大家呢 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欢迎你们都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 那么当然 如果你有用了任何方法的话呢 哎 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或者是让你开心的 喜悦的 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一 可以知道大家的信心 二呢 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这就是爱的力量 那么就会让你的磁场越来越强的啦 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 之前吧 Theater mesi 大家一起 等一下 我给你们看 帮我i一段时间 それでは 到了 看到了 聊天 再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işte 再见 你知道ом 再见 我们下期见 这里 再见 K的消除了 再见